大家好 今天我要宣布 將再次為請張宗毆創辦人 擔任今年度的 APEC 領袖代表 張領袖代表是台積電創辦人 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地位 不需要我多做說明 過去幾年 他代表我參加 APEC 會議 針對區域的經貿和產業發展 也有獨到的見解 這幾年 全球供應鏈在變動 張領袖代表的表現 不僅讓台積電成為世界一流的企業 也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APEC 是台灣所參與最重要的國際平台 今年因為全球持續受到疫情的衝擊 這次主辦國紐西蘭 以攜手協助共同成長為年度的主題 並特別在11月的會議之前 將在7月16日 先加開非正式領袖閉門會議 希望儘早儘快磨從亞太地區的疫後經濟的復蘇 近日台灣受到疫情影響 民眾的生活跟工作的模式都被迫調整 我們希望在後疫情時代 能夠和其他國家交換經驗 早日走出疫情的陰霾 在這個禮拜即將舉行的閉門會議 就是希望各領袖代表 能夠集思廣益 探討亞太區域的工衛合作 不僅要強化疫苗跟防疫必需品的供應鏈 更要共同研議振興經濟的措施 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復蘇的同時 兼顧環境的永續 在即將到來的7月16日的這個會議 我要請張領袖代表 在會議中提出兩項主張 第一個主張 我們認為EPEC 組織 應就成員替各國公平迅速取得疫苗 做出更多的努力 疫情已經到了新階段 疫苗也已經問世 但全球的疫苗生產量 仍然趕不上各國的需求 EPEC 國家應該相互協助 讓疫苗的供應更為快速與穩定 第二項主張 也就是面對疫後時代的挑戰 EPEC 成員國應該攜手合作 秉持自由貿易的精神與原則 對全球復蘇做出貢獻 過去多年來 張領袖代表都是台灣產業界的指標性的人 曾經領導產業 走過亞洲金融風暴 網路泡沫 世代危機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的挑戰 相信以她卓越的經驗和視野 絕對能夠再一次的代表我 代表台灣和各國領袖交換經驗 為台灣爭取更多的國際合作的空間 我很榮幸也很高興接受蔡總統對我的任命 在今年再一次代表她出席 APEC 領袖會議 很不幸的這三年當中我們沒有拾起會議 那今年也是因為疫情是紐西蘭也只召開了線上會議 但是雖然是線上會議 我們也有很多機會交換領袖們 交換他們的意見 那我對蔡總統要我講什麼 我們也有她要我講兩個重點 在這一次臨時特別會議上兩個重點 我也我們也有高度的共識 那總之很高興 也感覺得很榮幸接受蔡總統的這個任命 這次臨時是找到最多珍貴的人 這是雖然的 不幸的 你很感受